歡迎來到新臺灣新光大到 今天晚報的訊息 王清鋒在今天早上的素灘記者會上面 講了一件事情 他說對於黃芳燕 離開台灣這件事情 到底有沒有縱放 他也很關心 但是因為現在偵查中 他不變調卷 所以才會只有那四行的說明 他也很關心 有沒有縱放這件事情 有沒有舒適 這個易鴻兄講的 我一再的表達反對 他說在國會說謊要下台 那國會可能 那個部長不是走光了嗎 這個從林德遜的報告 你看就說 法務部行政調查的水準 包括我們今天看到的素灘的 所以所謂魚魚事件的調查報告 不出法務部今天公布那個範圍 我的意思說 那是一個 又是一個事實描述而已 對 他們是一個框架 他只是在框架裡面打轉而已 所以也不會影響到陳東銘 所以陳東銘是不會下台的 大家可以放心